他第二个问题说 进入中阴身的亡人 亲友为他做佛寺超度和四十九天 为他念佛能够超度中阴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否也应靠中阴身自己会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才能蒙佛接引 中阴身还会自己念佛求生吗 你问的这个问题正确 中阴身能念佛往生很少 真的很稀有 但是确实有 我们这边胡祝斯的母亲 就是你讲的这个现象 他真的往生 他一生没学佛 死了以后再修佛 怎么说 七十九天 七十九天的时候 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当中的时候 大家给他天天念佛 诵经回向 他的那个中阴身没离开 中阴身受到感动 你们这一般学佛的人平常不接近 怎么你们对我这么好 所以我们怎么晓得呢 他复身 这个同修当中 也有个女孩子他复在身上 复在身上说 就说的说 他现在这个死了 死了之后 他觉得那个病苦没有了 他把那病很重很苦 他说我现在很轻松很舒服 他说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大家就劝他念佛 求生其放极乐世界 他不知道什么叫极乐世界 什么叫佛 法师给他开示 给他讲 讲明白之后 他要听信 听信 我们用电视 24小时不中断 播放这个地藏剑 给他听 他们就是发行念佛 求生其放极乐世界 到49天最后那一天 这个当中他就没有来复身 就没有了 也不知道他哪里去了 实际上他在听经 他在念佛 最后那一天说 他又复身 告诉大家 他阿弥陀佛接引他 他是下品终身 所以这个人断气之后 49天的祝念 很重要啊 很重要啊 这个能往生 说实在话 我们想象当中 还是他过去生中 他这个身根深厚 过去生中 曾经学过这个法门 这一生当中 有生在富贵家庭里面 疏惑了 疏惑了 临终遇到这个善于 他得多了 这是真正 你问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证据 我有例子 中应可以往生 但是还是要自己 蓄势有善根 这一生遇到善于 遇到那么多人帮助 那时候念佛堂 三百多人帮他念佛 四十九天 这个是很不容易遇到的这个发现 好